老板现在马上要做就是 不要等到他们离开 才来开始加他们的薪水 而是在他们还没有开口之前 先把人心留住 人心留住最重要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 有没有我们忘记了这些员工的付出 因为今天很难得有人 可以愿意陪伴老板 度过这一个疫情的时刻 这些人都是我们最值得珍惜 而且最需要他们留下来的人 我们会怎么做呢 首先我们先设计出一套分钱的奖励系统 让他们可以多拿更多的收入回去 至少在心理上 他们感觉到比较踏实一点 第二个就是 我们必须要坐下来跟他们聊天 聊聊看 今天他们本身假如 不在这边上班的话 他们会做些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假设你不去找他们谈 他们的朋友群 还是会跟他们提起这样子的话题 多多少少 他们都会被影响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以期等到 他们的朋友影响他 我们先开口的去关心他 其实呢 人才要的最重要是什么 他们要看到的是 未来方向还有希望 知道说今天 在这里除了可以学到东西 可以赚到钱之外 更重要的是 老板能不能提供他一个 有机会可以升级的方式 他可以提高他的生活水准 还有时间上的质疑 怎么分钱才不会分到最后 公司关门 而且老板没有钱赚 这个呢 是有一个秘诀的 只要了解这个秘诀的话呢 请往这个网址里面报名 我们即将跟你分享 里面的关键